我們看這題目 已知大華公司員工3000人有2000位是男員工 而男員工中有30%吸煙 女員工中有5%吸煙 有一天傍晚 總經理在公司內看到遠處有一員工吸煙 當然不知是男是女 請問吸煙者是男性的機率是多少 在這裡我們使用這樣的解法 首先 這大華公司員工 有分男 和女 那麼 3000人中有2000位男員工 所以男佔了3000分之2000 也就是3分之2 那麼女呢是佔3分之1 那麼男員工裡面 有吸煙的佔30% 那麼這是10分之3 那麼沒有吸煙的 是佔 10分之7 那麼女員工裡面 有吸煙的佔5% 那麼這是20分之1 所以沒有吸煙的 是佔 20分之19 那麼 總經理在公司內看到遠處有一員工吸煙 但不知是男是女 要問吸煙者是男性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假設 這機率為P 那麼這等於 分母 這是有吸煙的情形 所以呢 我們是 3分之2 去乘以 10分之3 去加上 這裡是 3分之1 去乘以 20分之1 那麼分子要放指定情形 我們現在要 看到這個吸煙者是男性 所以呢 是把這個部分 寫到分子來 所以這是 3分之2 去乘以 10分之3 那麼我們讓分子分母同乘以 3乘以20 那目的呢是要讓這裡可以消掉 所以呢 我們分子 去乘以3乘以20 所以3乘以10月掉之後 是2 所以呢分子是2乘以2乘以3 那這裡 這乘以3乘以20 那跟這3乘以10月掉之後還有2 所以這裡呢是2乘以2乘以3 然後加上 這裡呢 3乘以20 跟這分母3乘以20月掉 所以這裡是1 乘以1 因此呢這等於 這是2乘以2乘以3 這是12 然後2乘以2乘以3 這是12 然後加上1乘以1 這是1 所以呢 我們所求機率為 13分之12 這個答案 是2乘以3 1 1 2 2 2 3 2 2